會挑就是一定要相識施華洛士奇的賺的牛仔褲 因為那個在折射的時候 其實亮度中有很大的差別 你覺得林瑋回去會偷偷買施華洛士奇 你貼在高爾夫妻的那種 我覺得他會 林瑋三賺的來 而且一定要施華洛士奇喔 對 才會有那個 如果叫KIMIKO跟那個國際比賽 誰的牛仔褲有最貴的一條 你覺得誰會贏 因為國際老師他是服裝設計師耶 怎麼樣 最近很了不起嗎 應該算是喔 可以請教一下多少錢嗎 大概一萬六千塊 為什麼 因為他也讓我的腿變得很長 沒有啊 你也拿 屁 那我可以看到背後嗎 沒有 你的背後 請問一萬六在牛仔褲裡算貴的嗎 我覺得算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在一定要發瘋的貴的話可以多貴 有多五六萬的吧 如果是限量 全世界限量的話 大概四萬多塊 五萬 可是 你有嗎 嗯 不丟 你有買這麼貴的牛仔褲啊 有 你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失心瘋了 他上面有什麼 他什麼 沒有 還是 大比娃娃 他什麼都沒有 可是因為我覺得牛仔褲很重要的是你穿上的那一刻 他就會告訴你說我是你的 沒錯 我跟你講 幫你去買牛仔褲 我去搜我 大愛子講那種廢話 什麼手機比 包包一點 包包就說 大愛子這是你的 這是你的 真的 因為你這樣看你去那種牛仔褲 在賣點 你現在可以理解每一個頂尖座 在跟你跟我講 這是你的 你這樣不會說話 不會 包包都會說 包包會走路我承認 對 我們剛剛有包包會講話 可是因為真的都是穿 像穿對牛仔褲 所以其實人家會覺得你的比例是很漂亮 對 可能你只有160 可是人家都以為你有170斤 因為像觀眾都以為我是17幾 沒有人這樣會 有有有 他都叫你152 8 152 可是真的 那個千件牛仔褲 然後你這樣覺得那件好像很好看 然後一套上去 扣子一扣 竟然全部都合身的 你說能不買它嗎 是 這就是一種緣分 對 哇 腳都好像在哭 你很難耶 一個正常人應該有幾條牛仔褲 我覺得我差不多有30件吧 KIMIKO呢 現在在台北大概上百件吧 我還蠻痴迷沉迷於這件事情的耶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讓我的人生不一樣 什麼地方 就是衣櫃爆掉而已 還要什麼別的不一樣 就是因為我覺得因為像我們的職業式舞蹈老師 那我們還蠻希望讓來跟我們學舞的人 覺得他的身材可以變得跟我們一樣 哦對啊 他說有一個女明星看他健身內褲穿 把他女仔褲撐大了 他突然不敢講了 他突然不敢講了 其實不是他的問題 只是說因為我覺得我個人比較規模啦 不是重點在誰啦 其實不是藝人的問題 蔡依瑩嗎 不是不是 他有叫做小甜甜耶 哦對 小甜甜肯定要撐那麼大 他我會送他 我不會借他穿 牛仔褲可以被撐大 可以